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是主持人石熊玲 2019年1月3日 嫦娥4号在万众瞩目下飞越38万公里 成功踏足月球背面 作为世界首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的航天器 如果没有中国天马望远镜这类设备的精准指路 嫦娥4号的精准落月是难以想象的 我左边的这个大型射电望远镜被称作是关天神眼 在他们的制作过程当中 一毫米被分成了一百份 每一份称作一丝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54所的高级前工夏利 就是一个在斯的维度上工作的人 精准指向的核心是一个钢瓦盘 夏利打磨到了0.002毫米 那么为了实现这一超高水平的精度级别 夏利曾面对过哪些难关 他又究竟是如何一一攻克的呢 384400千米 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 0.004毫米 亚洲最大的全向转动射电望远镜 天马驱动系统的装配精度 当嫦娥4号朝月球背面飞去时 天马望远镜正在为这场落月之旅 指明着方向 我们所有的精度是达到密集精度的 这就是我们的常态 上海65米天马射电望远镜 在建成时性能达到世界第四 亚洲第一 夏利负责方位 抚养传动装置的装配任务 该装置是控制天线转动的核心设备 直接决定了65米天线的指向精度 终端的要求是0.004 如果做到0.005 10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精准指向的核心是个小小的钢码盘 磨床加工后 也不能满足0.002毫米的装配精度 而夏利打磨到了0.002毫米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节点 同时它就有国家全国有上千家的厂家 同时在做这个项目 那如果是因为我们单位 或者因为到我个人的这个问题 说我做不出来了 那这个项目的上千家厂家 那同时都要耽误事 所以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南尚加南的是 它所要装配的是定制产品 只有唯一的一件 不允许出现任何闪失 这个产品呢 只有唯一的 它不允许我出现失误 当时钢码盘 设计师给我的时候 他临走的时候 跟我交代了一下 他说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 钢码盘直径大概有不到一尺 厚度大概是在十毫米 它的光洁度是特别的高 是镜面的 他说这个你千万不要过 那个刻线那个位置不要划伤 一点划伤都不允许 钢码盘的输出精度 要求小于0.002毫米 机器研磨反复实验 也不能满足精度要求 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际 夏立主动提出 要通过手工打磨的方法 试一试 他们觉得这个 当时也挺冒险的 他们就领导就一直追问我 包括我们的设计师 也在追问我 我说下下说 说你有把握没有 我说我有把握 技术与工期的要求 使得夏立没有哪怕一次的失败机会 为了找到可行 且能一次成功的工艺操作施工方案 白天夏立到处查资料 晚上回到家 就在书房里苦苦钻研 终于夏立拿出一套完整的工艺方案 交给了全体技术负责人去论证 打磨的时候它最难的 不是我的手感上的每一个 磨哪个点 最难的是什么呀 它是就是这个数据的分析 它的打磨面积很大 直径不到300毫米 它的宽度是 大概是在2.5公分左右的距离 这个面积我得需要 我得知道哪个地方是高的 哪个地方是低的 这个是最难的 复杂的数据分析完成后 在去打磨的时候 就全凭夏立的手感和技能了 手稍微重一点会过紧 手的力量不够 又达不到精度要求 而采用传统手工打磨的工艺方案 又出了新的问题 开始打磨的时候呢 是用刮盐的方式 但是刮了一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发现这个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传统的手工打磨 从技术角度来讲行得通 但从时间周期来讲 却是行不通的 夏立当即否定了 自己亲手写的方案 他在冥思苦想 还有什么稳妥的方案 能够既保证精度 又提高效率呢 就在不经意间 一个意外的发现 令它喜出望外 闲来无事时 喜欢安静地下地 有一个特殊的爱好 就是玉石雕刻 玉石雕刻机 它的那种小磨头 已经达到 就是我每下刀一次的话 它这个取出量 是能够满足我的要求的 因为我们采用电动 就是我们传统的潜工装备 就是这种打磨方式的话 都是手工 通过这些砂纸啦 油石啦 刮刀啦 这种 还有研磨剂啊 之类的这种方式 但是呢 不能局限于 传统的模式 就是说要在这种 传统模式上 为了满足现代的生产的 这种节奏啊 生产需求方式 要采用现代的一些方式 那就是后来我发现 我就这种 这种电动打磨机的工具 后来我就把它买回来以后 去尝试 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 一个小点 一个小点 就跟那条环是 碰 就得碰了一下 马上就得一小抬头 一小抬手 这小手腕一抖 一抖 一抖 工艺方法找到了 夏立还需要一个无人打扰 绝对密闭的空间进行操作 后来呢 找了一个封闭的空间 那个屋子是有一台专用的设 就是测量设备的屋子 那个屋子的地形的设计呢 当时是专门都有一个 就是防震的 我们那个设备的下面 就是全部采取了 那种防震处理 夏立把其他人都轰了出去 一个人在小屋里 连续研磨了整整三天 每个人都心怀忐忑 夏立师傅能成功吗 在反复尝试中 夏立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 寻找到了那一次 无法言说的偶遇 那我一推门 就出门设计师 我说来来 你去看看吧 后来打上表设计师 他说终于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后来这个产品呢 就是装到上海去以后 现在已经运行了 有个幼稽年了 一直反馈都比较好 所以这也是 我在里边的一个贡献吧 夏立凭借他精妙的手感 克服种种困难 终于实现了 38万公里之外的精确指向 而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夏立面临的 都是如同天马望远镜 钢马盘那样难度的挑战 从16、7岁进入54所当学徒 夏立已经在这里 工作了30多个年头 至今他仍然保持着 每日一醒的习惯 下班回家后 在脑子里 把当天的工作过一遍 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眼道 手道 心道 一双普普通通的手 要练成神乎其神的绝活 不仅要有一颗 镇定自若的强大内心 更要有动脑筋 想办法的聪明智慧 那么夏立是如何完成 这手与脑的高度协调统一呢 天眼射电望远镜 65米射电望远镜 泰赫兹小型高精度天线 嫦娥工程 北斗工程 国庆阅兵 在这些国家级的重大项目中 都有夏立及其团队的身影 我们号称我们现在第一个精度 比美国那个南美民精度 提高了20倍 提高了20倍 那么你都是通过 每一个工程 每一个要求 你达到这个精度 对中的你才能达到 这个屁股外 要搞多少多少的水平 对吧 这就是说两个方面 第一的你达不到要求 就不能出去了 就是假设有人放你出去了以后 你整个天线的性能 就会差很多 所以这任何一口 都是咱们国家所不允许的 不同于现在普遍实行的 标准化生产 54所承接的天线项目 基本都是专门定制 而且几乎都是中国 乃至全球的高精尖领域 对精度有着超乎寻常的要求 因此每一次装配 对夏立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这些小型基载天线 所有的结构件 都是靠一颗颗螺丝来连接的 所以夏立每天最基础的工作 就是拧紧固定那一颗螺丝 拧螺丝 难就难在 既要保证配件之间的相对位置 达到规定精度 又要把螺丝拧紧 即达到规定的扭矩 而夏立的每一般手下去 找准的正是那千分之几毫米 凭着手感 夏立将小型基载天线的控制精度 做到了0.015毫米 这在整个行业内都是顶尖的 所谓手感听起来很玄妙 而用夏立的话来说 这是个科学上解释得通 但书本上不会写的东西 夏立说 表面看拧螺丝是用手 可实际上得用脑 不论在同事的口中 还是在自我评价里 夏立都并非人们意想中的 练坏几把错刀 拧沸几把扳手 练出来的大国工匠 更多的时候同事看到的 总是他举重若轻地 轻松地导定各种疑难杂症 思维的转变提升了夏立的技能 然而个人技能提高的同时 他会更加深刻地思考自己的价值 用夏立的话来说 我去安装一台天线 比别人快了一个小时 这是自我价值的体现 但不如我带领团队去装配 共同提高效率 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更大的价值 他列下的愿景 就是要打造出一支精兵强将的队伍 为中国的天线制造 达到更高的水平建功立业 那么他是如何通过努力 一步一步地实现这个愿景的呢 如今的夏立 已经是中国电科五十四所第一届高级技能带头人中的一员 在承担多项重大工程之外 2016年6月以夏立命名的天线制造创新工作室成立 主要从事小型精密天线的装配工艺研究 尤其是小型基载天线 如今在航空 航海 航天领域 特别是无人机领域 这些天线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他本身就比较是精益求精这种 然后做事情就比较严谨 属于那种特别沉稳吧 能在工作中积极创新的那种人 别管从那个装配方式 还是说这些公益理论方面 属于那种积极能创新的人 夏立摒弃了传统的世代图思想 更关注如何通过标准和制度 来提升工作室的整体装配水平 属子要求精度 假如要求是一丝 可以了 但是师傅的要求达到一丝以内 这再出于一半 假如说办事的精度 比属子要求还要高 我们是干国家的任务 我们的背后 那就是国家的安危 我说大一点的话 我是一个小分子 那就是这样的体现出来 假设我就跟我们徒弟说 你们作业的时候 不要稀得马虎的 要认真地去做 把每件事情要做得好 创新工作室的操作台上 摆满了各式半成品通信设备 工人师傅就在这里操作 大家形成了一个习惯 每完成一项任务 就出一个总结报告 拿出来一起讨论 并成为新同事的学习参考 夏丽也会将他在工作中 遇到的技术难点 要点 以及工作心得 整理出来 给大家参考 毫无保留 我们就用它 它的原来标准的一个功能 我们再给它衍生出一个测量的功能来 来达到我们的使用要求 一台天线的质量标准 和我出去的一万台天线的质量标准 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标准 老师是采用标准的课本 那我也采取这个模式 所以我在筹建这个 我们筹备这个基载装配的装配组的时候 工段的时候 我首先是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的各种的 就是寻找 需要配合我们的工艺师 和我们的设计师 我们把我们能寻找到的 就是我们航空的 我们加工制造的 各种的规范和标准 我们都寻找找回来 然后把我们在 就是我原来就是装配的经验 我把它提炼出来 我一个装配的技术 我单独 我们叫自己内部叫工艺规范 把它定为一个规范标本 来用这种规范性的东西 去带土地去 这样的话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技艺吹影漏尘 组装妙制豪天 在2019年3月1日 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颁奖典礼上 夏丽获得了这样的赞誉 并容应大国工匠称号 中央那些录路的晚会 后来我们组织一批 工人看的时候 大伙一边聊天 就说这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活刚开始干的 肯定很辛苦 但是往往一旦干成了以后 你带着这些品味的时候 就感到特别幸福 这是幸福感 是不是说系统书记也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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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s 点赞 订阅 Weis 点赞 订阅 Weis 三十多年来夏丽亲手装配的天线 亮过天眼 指过北斗 送过神舟 护过战舰 夏丽的身上生动体现着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有想法 重思考 在强调标准化和精细化的背景下 夏丽结合自己的技术和经验 潜心研究 优化工艺流程 主动创新 让传统技艺与现代制造业发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